机器人在隧道中来回穿梭 大屏显示着各类数据 这不是电影中的科幻场景 而是位于地下几十米深的电缆隧道 近日全国首个机遇泛在电力物理网理念的人工智能高压电缆隧道 220千幅宁墓县电缆隧道在南京完成升级改造突入运行 该条电缆隧道首尾连接南京市的墓州湖和宁海路变连站 全长6公里 是南京主城区东西环网输电线路的主通道 也是全国首个机遇人工智能的电缆隧道 巡检人员带到它的智能安全帽 通过这个巡检小车巡视 它实实地就把这个电缆隧道的状况和电缆运行状况 反馈到我们的这个平台 我们的巡视机器呢 它是360度的一个全方位监控 对我们所有电缆本体以及电缆机头部位的温度啊 掌控啊 它有个迟迟的一个分析 据介绍电缆隧道中拥有53类800多台感知设备 实时采集的近千条信息 可自动整合为11类监测信息 设备之间还可以相互校验 自主分析 得到直观立体准确的信息 当遇到火灾等突发情况时 监控中心会第一时间下达应急指令 如果有烟杆报警了以后 这个测温装置对这个烟杆 这个附近进行温度再进行一轮校验 同时巡检机器人也会往这个指定的区域去校验 如果它确认是一个火灾的故障以后 我们的消防巡检机器人 就会带着灭火弹 往这个火点进行一个投掷 按照传统意义上的 如果发生异常以后 我们人员从土地到我们的旧地 可能是以小时计的这个时间单位 那么有了这些设备之间的联动以后 我们的处置是三分秒级的 目前该电缆隧道已实现电力4G 无线砖网的覆盖 借助各种智能设备 电缆隧道的日常维护 也实现了24小时不间断 无死角 相对于人工悬检 安全性和可靠性都大幅提升 运文人员配备的智能安全帽等智能设备 可以实时定位和识别身份和位置 当遇到紧急情况时 可以自动向运文人员 推送最近的逃生路线